随着马六甲州选即将开打 国阵昨天晚上选择在吉隆坡为州选造势 启动马六甲竞选团队 正式敲响战鼓迎战州选 对于选事推动这场州选的始作俑者 甲州巫统主席阿杜拉乌夫又把矛头指向了西蒙 特别是行动党 他炮红援任双新乌浪州议员伊德里斯·哈伦 推翻马六甲国阵州政权 他说其实是受到行动党的愚弄 阿杜拉乌夫认为如果没有西蒙的支持的话 那伊德里斯·哈伦等人推翻马六甲州政权的这个计谋 也不会成事的 而在昨晚的启动仪式上 巫统书理主席莫哈山也强调 马六甲州选是巫统的生死之战 也是巫统来界大选成败的这个指标 如果不认真的话 那么巫统毁灭的日子就不远了 他还说马六甲是巫统的大本营 很多对手都想要看到巫统输掉这场选举 要看到巫统在自己的主场被埋葬 但是巫统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 虽然巫统书理主席莫阿·莫哈山没有指名道姓 但他所说的那个希望巫统被埋葬的对手 似乎就在暗指一直说要和巫统合作 宣扬马来人大团结的土团党 而为了打赢这场州选举 莫哈山也促请国政成员党 在马六甲州选同心合作 拿下州政权 在昨晚启动的这场国政马六甲州选举竞选机制上 大约有300名成员出席推荐里场面浩大 国政主席阿莫扎西更在大会重申 国政和巫统绝对不会跟土团党合作 就算最后要面对三角战 国政也不愿再被土团党操纵 他说国政在马六甲州选举中 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车 像沙巴州选举那样被人背后捅到 阿莫扎西强调 阿莫扎西强调不与土团党合作不是他的个人立场 而是基层的声音 而他身为国政主席就必须遵从 尽管如此他也提醒基层 土团党并不是仇人而是政敌 就算有人很想看到三角战 有人很想要武统落败 扎西提醒基层 不必攻击他们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就行 除了再次强调国政不会跟土团党合作之外 国政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也承诺 如果国政在马六甲州选当中 赢得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的话 那么他们将会修改州宪法 增加五名的官委议员 以便委任他们的盟友 大家说其实这种委任方式 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为这早在沙巴还有登加楼就落实了 好看完这个新闻我们打注意一下 来看今天的故事月报